我先简单交代一下这个活动的源起 这个其实我们今年是明天 就是我们今年2020年的这个STL的下令营的活动 今年是因为受疫情的影响 大家都知道我们是第一次举办这个线下的 线上的这个下令营 那么以往在这个线上的 这个就线下的下令营的时候呢 我们会除了我们课上的 我们下令营里面会有中国法跟美国法的一些 简单的一些入门的课程 但除了这个这种比较正式的课堂的交流之外呢 我们还有课下的一些交流 比如说课前啊课后啊 然后一起吃饭的时候啊 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些 其实我觉得很好的非正式的活动 我记得有好几年的下令营都遇到了台风啊 有一年我们被挡在了这个教室的外边 因为全深圳市的这个公 这个教室都不允许开门啊 还有一年这个雨也特别大 然后我们就在一个忘了在哪一个楼下 然后我们很多学生 然后我们几个老师一起聊了很多 所以这样的一些线下的这个交流 其实是它比较 它比较就是极 比较即兴 比较即时一点 然后比较有 我想我们可以聊很多东西 也包括对于一些法学教育的看法 因为这些都不是我们这个正式的课程的内容的 所以今年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情况呢 我们就失去了这样的一个现象 就在在我们这个课下 就非正式的这样的一个交流的机会 我觉得这个本身是特别宝贵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就跟钟老师商量说 要不要以其他方式来有一点 就有一点就是补充 有一点替代 这个是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9月1号 我们的新生要入学了 今年当然也是很特殊的一年 我想我们也可以提前 可能可以做一点交流 就是对于大家即将要迎来的 这样的一个法学教育呢 可能有一个更加宏观的看法 另外呢 我知道一直也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同行 同事啊 朋友对我们STL的这个教育本身也是很感兴趣 我想这反正都都做了这样的一个公开课 我想也可以以这样的方式来做一点交流 这个是我这个活动的源起 所以呢我也要做 在正式讲座正式开始之前呢 我也要做做一点诚恳的这个这个真实的交代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这里 这里我想主要跟大家交流的是我的 就基于这些年的一些看 这些年 就当了很多年的学生 然后也做了几年的老师 所积累下来的一些一些看法 一些关于法学教育的一些理解 所以这个是我一个 更多的是我个人的理解啊 不能在任何意义上代表STL的官方立场啊 这是一个这个我们说一线工作的 这个呃呃呃老师的一个理解 这是第一点呃第二点呢 因为我这样的一个角度呢 主要是一线工作的老师的一个角度啊 而不是一个法学教育的研究者的角度 也就是并不是从一个呃理论的层面去思考啊 法学教育啊更多的从一个时间的层面来 出发进行的一些反思啊 所以应该来讲大部分内容都是比较比较 呃朴实的哈 没有什么高深的东西 那紧接着第三点 其实也就是呃 呃我我们想这个 预设的交流的对象啊 固然有一些内容可能跟法学 法律啊本身法治啊相关 所以可能啊学过法律 或者说对法律已经有一些了解的朋友 可能会更有感触一些 呃但是我们预设的交流对象 其实是不需要有任何的特别的法律的知识的 也就是呃不需要有任何的专业的基础啊 做背景的 OK好 这个是前面做的一点简单的交代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 呃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简单的呃 讨论结构 大致上分为三个部分 呃那我想我我我会呃 介绍完我的想法之后 我想还会有较多的时间哈 可以跟这个同学们做一点沟通 呃第一部分呢是先简单勾勒一下 关于法学教育的一些基本的理念 啊比如说法学教育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然后他是通识教育还是还是这个专业教育等等 这样的一些基本的理念 然后第二部分基于这些基本的理念 然后也结合一些我们经常去与之相对照的一些参照系哈 就是我们视为典范样态的法学教育 比方说德国的法学教育美国的法学教育都一个比较啊 在这样一个简单的比较的意义上来反思 我们当下的法学教育大体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 可能面临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然后有可能有哪些可以改进的方向 那第三部分就结合啊 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STL这样的一个个案 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可能可以去行动的方向 并且我相信STL不仅仅是一个个案 它的探索里面所包含的那些东西 其实是在很大层面上其实是共通的 好 这个是我大致的一个讨论的结构 好 那我们不妨先先问一下啊 什么是法学教育啊 这个问题好像这么光秃秃的 孤零零的抛出来 好像很奇怪啊 我们很少问这样大的一个问题 这样大的一个问题 当然有一些可能比较笼统的回答 对吧 法学教育当然就是关于法学的教育啊 不是关于别的的教育 那么关于什么是法学啊 什么是法律啊 我们在明后天的这个后面几天的课程里面 所以更多的会探讨关于法学的部分 那我们今天晚上这样的一个讨论 会更多的会探讨关于这个教育的部分 所以法学教育当然是关于法学的教育 但是关于法学的教育有很多啊 现在我听说中小学都有道德与法治课 那我们当然我们 当我们一般意义上说法学教育的时候 好像不是只关于这个中小学的道德法治课 对吧 当然好像也不是指那些 主要以应试啊 通过应试为目的的 比方说这个斯巴考试培训机构的教育 固然其实我们很多同学的法学教育啊 这个其实是从那来的 或者说我们法律知识的学习 很多是从那里来的 但是我们一般意义上讲 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来关注的法学教育 很简单不是指的刚刚这两个类型 而是指的特定指的在高等学服里面啊 进行的这样的一个法学教育 但即便如此 我们把它限缩到在高等学服里面啊 开展的法学教育 我们也会发现在中国的大学里面 中国的法学院里面啊 法学教育的类型是非常多样的 这个是我们北京大学法学院的一个 前线年的一个统计啊 我们的学生的 北大法学院的这个学生的构成 我们发现这个教育项目 其实是非常的多元的 有本科有硕士啊 有有全这个有法学硕士 有法律硕士 当然还有博士 那么很显然即使是在指向高等教育 内部的这样的一个法学教育 很显然不同层次的法学教育 也不可能没有各自的特点 对不对 但是我们 就由我们最关注的法学本科啊 跟法律硕士的教育 以及法学硕士的教育来讲 它很显然 我们想象猜测它应当是有各自 有一些不同的特点的 但我们好像又能发现一些 好像看上去比较奇怪的现象 比方说 有一些学校的大公共 这个大的必修课程啊 本科跟法律硕士的课 其实是一起开的 我也曾经看到过一个 很有名的兄弟院校的 关于它的法律硕士项目的招生的 宣传的一个亮点是 我们有些法律硕士的课 是和法学硕士一起上的 所以好像我们又很能看到 似乎大家看到到它的一些 一些共性啊 但是很显然我们 哪怕从一些蛛丝马迹啊 从一些基本的信息 我们也知道 它应该是似乎应当是有一些差别的 所以围绕着法学教育 其实仍然有一些 一些比较大的谜团啊 需要我们去进一步观察 我们不妨从两个说法开始 第一个说法呢 来自于这个耶鲁大学的前校长 这个莱文校长 他曾经在这93年到2013年 担任过耶鲁大学的20年的校长 据说他有一句名言 我们尽量也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 也能看到 据说莱文校长有句名言说 如果耶鲁大学的学生毕业之后啊 居然拥有了某些专门的知识和技能 那是耶鲁大学的失败 就是说如果说你从耶鲁大学毕业了 你居然拥有了一些专门的知识和技能 这个是耶鲁大学的失败 这个是莱文校长那句名言 那么这个是这个 这个1945年的时候 以这个卢埃宁领衔的一个委员会出具的一份报告 这个卢埃宁是当时也是20世纪啊 美国最重要的法学家之一啊 当时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 也是美国很有影响的 这个统一上发点的主要起草者 那么他领先起草的这样的一份报告的名字 就是在法学教育中啊 这个技能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 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段 关于这个法学教育的话 我们简单来看一下 他说呢 他说不管一个法律人啊 一个律师他还需要别的什么 他首先需要最低程度上 需要一个可靠的技艺啊 craftsmanship啊 一个可靠的技艺 那么没有理想的技术固然可能是危险的 而没有技术的理想只能是一团糟 那么要把我们关于这个 要把我们的理想啊 转化成有效的法律图景 那么就需要让这些理想啊 这个需要通过什么 通过有效的这样的法律技术啊 去实现这些理想啊 这个hard headed 就是冷静的啊 这个这个缜密的 这样的一个法律技术的操作 来实现理想啊 hard headed 不是投铁啊 不是投铁 所以呢 也就是卢爱宁的意思 其实是在法学教育里面 不管还有什么别的目标 那么要掌握一个可靠的技艺啊 可靠的法律技术 这当然是一套专门的技术 是一个最核心的内容 那么两位都是大家了 那么他们的这个说法 是矛盾的吗 还是其实是岔开的 这个就涉及到关于法学教育的第一个基础的问题 当我们讲法学教育啊 高等学府里面进行的法学教育 他到底是通识教育 还是专业教育 那我们如果稍微看一下背景的话 那我们就会可以很简单的回答刚刚的问题啊 雷文校长和卢爱宁教授的这样的一个看上去完全争锋相对的言论啊 一个说业务大学毕业的时候 毕业的话 如果你这个拥有专门的这个支持和技能是我们业务的失败啊 一个说你如果从法学院毕业的话 最低程度上要拥有一些可靠的记忆 当然你可靠的记忆 当然就包括了专门的支持和专门的技能 它其实不是矛盾啊 是岔开的 为什么呢 也就是当这个这个呃 雷文校长讲这段话的背景 其实针对的是耶鲁大学 他指的是什么呢 其实他当他讲耶鲁大学的时候 指的是耶鲁 一个college 对吧 这是耶鲁的本科 因为他讲的其实是一个大学本科教育的目的 所以这其实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东西 也就是说在这个高等 美国也不仅包括美国啊 全世界很多国家 也包括我们中国的很多这个这个教育者 教育研究者看来呢 大学本科的首要目的 首要的这个性质 其实是一个通识教育 而不是为特定的就业做 特定的就业做准备的一个专业教育 他的目的不是让大家掌握专门的知识和技能 而是培养起一位将来的职业 将来任何的职业 做任何的工作 乃至于你人的一生啊 做做准备的这样一些 这样的一些内容啊 这个是 当时耶鲁的校长啊 这个是哈佛的前校长 在这个71年到91年 也担任过20年的哈佛的校长 在他退休之后啊 总结他的这个经验啊 他的作为教授 作为大学管理者的观察 写的这样的一本 这个 总结性的这样的一本书哈 嗯 他就总结了他所认为的 大学教育最重要的几项目标啊 包括良好的书面和口头表达能力啊 批判性思维能力 道德推拟的能力 公民意识 适应多元化 多元文化的素养 全球化的素养 广泛的兴趣 为就业做准备 那最后一点 虽然也提到为就业做准备哈 但如果大家翻开书 就会发现他指的不是为特定的就业方向做准备 那是广义上啊 为就业做准备哈 那么其中批判性思维当然是这些年也讨论了比较多的一个具有标杆性的一个作为通识教育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那波克校长就总结呢 他说看这个大学生的思维的这个样态哈 大大致上是是是三个阶段 刚上大学的时候他说呃大部分学生都处于一种 他就他叫做这个这个ignorant certainty哈 这个无知的确定性的状态 就是其实可能知道的不是特别多 但是对他所知道的东西其实是呃 确实确定的 因为这个确定性的知识其实呃 那我们其实中国人应该更熟悉了 其实是我们有一些比如说标准化考试的要求 对吧 我们我们也追求那个确定的知识来通过 以很好的成绩通过那样的标准化的考试 这个是前一阶段的学习可能带来的一些特征 那么第二个阶段上了大学之后 世界当然要变得这个这个宽广了很多 对不对 呃他说第二个阶段就可能接触的信息越来越多啊 见识的不同不同的老师 不同的课啊 不同的人生也越来越多之后呢 就可能到了第二个阶段 他就是intelligent confusion啊 就是有了一些知识呢 当然也会陷入一些混乱 经常会觉得这个人说的有道理 那个人说的也有道理啊 就是很难这个不那么确定了啊 但是呢确实 又不那么确定的 同时又似乎对这样的一些分凡复杂的世界 又没有一个非常好的去处理他的方式 他的观察啊 他就在他担任这个哈佛的教授和校长的 这个长达几十年的期间里面 他的观察是 其实很多学生或大部分学生就停留在第二个阶段 大学教育的这个影响 那他他觉得当然是我们一个好的大学教育的目标 是要到了第三个阶段 就是要养成这样的一个批判性的 不是一个批判性的思维 也就是不仅能够像第二阶段一样 可以开始很好的提出问题 并且也能够很好的去通过自己的研究 探究 寻找证据 与人辩驳 等等这样的方式 主动的学习啊 尝试去回答那个问题 第二阶段跟第一阶段相比的好处是他已经可以开始提出问题了 已经有疑问了 但如果你的疑问只是停留在疑问上 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去支撑你去解答这些疑问 解答这些疑问不代表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哈 就可能停留在一个混乱里面 也有可能走向另外一个反面 就什么都怀疑啊 这个大家可以现在看很多网络上的这个现象 也可以能够观察到这样的思维模式 那么这样的批判性思维 它不仅仅是一些一个技能的组合哈 它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 这样一套批判性思维 当然背后也包含了开放的价值观 对不对 也包含了开放的价值观 包含了去做良好的道德推理的这样的能力 包含了对于多用文化 对于适应全球化的这样的一些要求 那么这个是通识教育 作为大学教育的一个首要的一个信实通识教育 但是通识教育的这样的教育目标怎么实现呢 我想大概并不可能通过批判性思维的课程来实现 也就是说你要培养起批判性思维 大概不大可能是通过读批判性思维的书 上专门的批判性思维的课 就真的能够训练好 其实不太可能的 也就是说我们这样的通识教育 这样的批判性思维的训练 仍然通常是在一个知识的全组里面 一个已经人类发展到现在积累到现在 相对比较成熟的知识的学习的过程中去训练 无非是说我们这个时候的训练的重点 并不是一个客观知识 完全是一个客观知识的汲取 而包括这样的一个思维能力的训练 这是侧重点的不同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理解 作为通识教育的法学教育 也就是说作为通识教育的 所承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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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教育的那样的一个 知识的全组 不然可以是一些别的学科 比方说我们说这个理科的对吧 学学物米化学生物啊 这个社科的啊 学经济学 这个社会学政治学啊 这个传统的文史者 不然可以是这样的一些学科 当然也可以是法学 也就是说法律作为一个 发展了几千年的 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 既有理论又实践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呢 当然也可以承载通识教育的功能 只不过当我们是以通识教育的目标 去学习法学的时候 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 作为通识教育的法学教育 作为法学本科教育的这样的一个 作为通识教育的法学本科教育 是确实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维度的 但是当我们讲法学教育的时候 确实主要不是这个维度 当我们讲法学教育的时候 主要其实指的是一个 作为专业教育的法学教育的维度 那么在美国这个刚刚 我们这样就可以理解 刚刚这个龙埃林教授的话 就很自然 因为这个 美国的法学教育的这个特点 其实就是它的本科是没有法学 这个这样的一个专业的 都是到研究生学习 那么到研究生学习 这就 其实 刚刚 这个耶鲁的这个 莱文校长的下一句话就是 如果你想要学习 专门的知识和技能的话 那是研究生阶段的事情 那是研究院的事情 所以把这下一句话补出来 我们就发现 我们刚刚的两个看似 针锋相对的说法 其实恰好是岔开 那么什么是叫做 专业教育的法学教育呢 它其实就是建立在 你已经接受了一套很好的 我们刚刚讲 一样的一些综合的能力 尤其是良好的阅读书写 这写作的能力 良好的批判性思维 良好的道德推拟 对于 对于这个公共事务 对于全球化 对于多元文化 有良好的 这个辨别力 良好的这个理解力的 这样的一个通识教育的基础之上 我们去学的这样的一个法学教育 所以我们说 我们中国的大学生 我们刚刚刚刚好结束 我们在选专业的时候 我们似乎是 我们的对于大学专业的理解 似乎是一个 在一个平面上进行切割的 我们讲说肩并肩的切割 你学数学 我学化学 你学法学 好像是肩并肩的 你学医学 对吧 你去上精管学院 但是其实一个 可能从它 更妥当的一个切割的方式 可能是一个有层次的垂直的切割 就是下面的 其实是一些 不以特定的就业为目标 我们说基础学科 这些基础学科 自然科学的 社会科学的 以及人文学的 这样的基础学科 然后是在他们之上的 偏应用性的 偏有特定的职业导向的 应用性的学科 那么在现代的工商业社会以来 一般认为 最重要的四个职业性的学院 职业性的学科 就是工学院 医学院 商学院和法学院 当然也包括其他 很重要的学科 比如说今年疫情 就提醒了我们 公共卫生是很重要的 前段时间有一个新闻 据说是清华大学 将不再招收新闻传播 和会计学的本科生 对吧 确实也并不那么 并不那么好像很异常 其实是 原本像新闻学也好 会计学也好 它可能也更多的是一个 面向特定的职业的一个 应用性的学科 法学其实也是如此 同学会说 那法学会应用到自然科学吗 当然会 当然会 比如说有关 前段时间大家可以看到 很多匪夷所思的案件 有关这个 刑事案件侦破方面 当然就用到自然科学的 对不对 那法学所运作的社会 是什么样子的 自然是所有的 这个法律从业人员也好 法律研究也好的一个基础 自然用到社会科学 那法学所使用的方法 法学所做的价值判断 那其实跟我们人文学 其实是有巨大的关联 所以法学其实是 并不是跟这些基础学科 所并排并行的学科 我觉得更好的定位 其实它是一个 一个在他们之上的 一个应用性的 这样的一个学科 那么这样的一些学科 这样的对于法学的学生 为什么把它叫做专业教育呢 其实就是跟基础学科 不一样的是 这样的专业教育 通常是以特定的 一些职业人士 人权的培养 特定的职业方向 是有关系的 那么像法学和医学 又因为他们在 我们说如此的重也好 我们会发现他们 除了有特定的培养项目 特定的这个培养的要求之外 还会有特定的 职业资格的考试 对不对 所以要理解 法学的这个专业 专业这个这个学 教育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呢 我一般会打两个比方 第一个比方呢 其实就是我们说法学 其实跟医学是很像的 你身体很健康的时候 其实你也许想不到医生 但是你一旦出了 身体出了问题 你就会找医生 你知道你其实是 欠缺这个方面的知识的 所以我们会对于医生 会有一定的 会有很大的 不是一定的很大成 很大的信赖 对不对 法学也是类似的 我们的社会交往生活 很健康的时候 我们当然也 也想不到法律 也不需要对吧 发生法律上的争议 但是一旦你出了问题 我们发现 其实我们未见得 能够好好的去处理它 有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去 在日益法制化的社会 日益陌生人化的社会 更加是如此 我们就需要 可能 可能征选 这个法律专业人士的帮助 一个人他肚子痛 这个症状 他是很清楚的 但是为什么会肚子痛 可能在医学上 是极其复杂的 你觉得他欺负的 你觉得他清权吗 但是他到底有没有清权 清了什么样的权 到底怎么样处理这个事情 就是那个症状 你也是清楚的 但是他在法律的专业视角 看来也可能是复杂的 所以我们说 法学在这个一项 跟医学是很像的 他培养一类专业人士 处理相似的 其实是有相似度的一些 一些重要的 我们说是 有症状的 对吧 出了一些问题的 这样的一些事情 无非是一个是你的 我们的身体的状况 身心的状况 一个是我们的时候 社会交往关系上的状况 这个是我们法学 跟医学相似的地方 他有科学性的一面 同时他因为是跟 总是涉及到个人的 所以又有人闷性的一面 这是一个比喻 我想大家对于医生 可能比对于法律专业 可能会 特别是今年以来 对吧 会更多的了解 那么另外一个 我今天打了比方 刚刚讲是治病 解决纠纷 处理问题 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消极 其实也是很积极的角度 另外一个角度 其实是更积极一点的 是说什么呢 也就是说 在我们日益法制 日益法律在这个社会治理过程中 日益发生基础性作用 当然尤其是我们也期待是如此 那么法治 它其实相当于就是一套操作系统 我们所想实现的事情 它都必须在这个操作系统上完成 你说这个 这个小红和小军 深深的相爱 但他们想要结尾夫妻的话 他必须符合法律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要求 他才能够在法律上结尾夫妻 这很显然就发现 我们这个这样的一个 法治的干预程度 其实跟一个偏 我们远离法治的社会状态 是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并不是生活在法治之外 很多时候 我们仍然会有这种意志性的感觉 但其实 如果真的是一个法 在一个比较良好的法治运作的社会里面的话 我们其实生活在法治之内的 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 在这样的法治社会的生活 我们所想要追求的实现 就是积极实现的 我们的学业上的 商业上的 等等 我们都通过法治的方式 来实现 那么又因为这样的一套 这个复杂社会的运作 变得越来越复杂 变得越来越专业化 也就是说 其实他所针对的 那个事实的基础逻辑 并不只是法律人在处理 商业的事情 当然有商人 商人当然是相关的 对不对 社会交往的问题 我们每个人都相关 政治相关的问题 当然我们有政治 这个公务员 政治家在相关 但是法治的意思 其实就是所有的这些 他都有一个法治的维度 那么作为我们 普通人也好 商人也好 对吧 然后我们说 从一个用户的角度来讲 我们的核心需求 我们是自己是知道的 并不需要律师 法官去告诉你 然后我们所得到的 这个法治的 服务的好和坏 我们也是具有可比较性 这跟程序也一样 我们可以 我们不知道安卓 跟IOS程序的 它是怎么实现 这样的一些功能 但是我们能够比较说 我更喜欢哪个操作系统 对不对 也就是我们所面对的问题 我需要 为什么 是为什么大家 大家想玩这样的游戏 喜欢这样的功能 这本身不是程序的问题 这本身是一个 一个社会上的人的价值观 人的这样的一个 兴趣偏好等等的问题 这个我们的核心的需求 是什么 我们觉得 你呈现出来的这个东西 好还是不好 这个我们每个人 都可以去 做一个评估 每个人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其实都在其中 扮演一个角色 但怎么实现这些呢 我们实习是需要 专业的程序员 对吧 这样的专业的人士 去通过一些专业的基础 去实现它的 在一个相当大的程度上 法治也越来越呈现 为这样的一个特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的法律 作为专业教育 其实相当于 我们在培养一个法治的成 法治这样的一个 操作系统下的程序员 OK 所以这样我们就 大体上回答了 我们前面讲的第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我们作为一个指向 特定的职业人士 培养的目标的 这样的一个法学教育 它是一个专业教育 而不是一个通识教育 那因为我们 当然我们的 我们跟美国不一样 我们的这个 现在当然 九十年之后 我们开始有了 硕士起点的法学教育 传统上我们是 本科起点的法学教育 正是因为没有能够 很好的理解 本科起点的法学教育 所承载的这种双重功能 所以我们导致我们在 课程的安排等等一些 其他方面 其实都会出现一些 我们想其实是不能够 起到很好效果的 一些地方 那么既然 我们讲这个 作为专业教育的 这个法学教育 主要是作为一个专业教育 只在培养一些特定的 职业人士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 那法学教育是实践导向 还是学术导向的 这个问题似乎一目了然了 那当然是实践导向 我们做最后 从事学术研究的 毕竟是少数 对吧 但是我们换一个问法 就不是那么一目了然了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 专业作为专业教育的 法学教育 它是实物教育 还是理论教育呢 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它当然是实践导向 而不是一个学术的导向 也就是我们培养的 不是在书栈里面 做研究的学者 但是在高等学府里面 高等学 这个这个在大学里面 在法学院里面 进行的法学教育 它是实物教育 还是理论教育呢 它是理论教育 当然理论是什么 理论其实是实践经验的总结 如果大家看法学教育发展的 历史尤其在西方 它就是从一个学徒制的 完全是高等教育之外的 这样的一个培养模式 变成了一个在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范围内的 在大学里面的培养模式 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其实就是社会生活 越来越复杂 法律越来越复杂 我们的时间的经验 越来越多 但经验不会自动的 变成理论 我们要更好的 掌握这些经验 我们要介入到 更好 这个更复杂的 这个社会生活事实之前 我们更好的消化 钱人积累下来的东西 我们需要的是 良好的理论教育 但这个理论教育 显然不是跟 可能有些人 听到看到这两个字 好像跟这样的一些 脱离实践的理论 当然是两 完全是两回事情 这样的一些理论 其实是对实践的 非常好的总结的基础之上 以一个更加系统的 更加精炼的 更加好的方式 来培养我们下一代的法律 这个异常理论教育 那么这个异常理论教育 其实具有很大的学术性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 这样的一个问题 是具有一定程度上的 欺骗性的 也就是实践导向的 法学教育是学术性的 是理论性的 而不是直接面向实物的 这就引出了 法学教育的另外一个特点 也就是一个法学 也就是法学教育 其实具有一个鲜明的 阶段性的 它是在培养那些基础的 综合技能的基础 这个通识教育的基础上 然后所开展的专业教育 同时它相比较真实的 法律实践来说 它其实又是一个 理论性的教育 当我们要理论性的教育之下 培养出来的 这样的我们说 法学生 要能够转化成一个 成熟的 审慎的职业法律人 他当然还需要进行 一番实践教育 那么即便是以这样的一个 理论学习为主的 法学教育本身 其实也足够复杂 也足够足够复杂 因为我们说 社会有多复杂 人性有多复杂 法律就有多复杂 这并不是法律要那么复杂 而是法律 其实是一个 是一个社会的一个 一个反光镜 正因为如此 那么我们在这样的一个 理论性质的 偏理论性质的 法学教育的这个阶段 学院教育的阶段 我们也会分成两个 大致上分成两个部分 一部分就是说 作为法学的基础的那些东西 一部分是跟特定的 你的感兴趣的方向 或者说就是你将来的职业方向 相关的那部分内容 这其实是在任何一个 成熟的法学教育里面 它都是分开的 那么分开之后呢 我们发现法学教育 大致上就呈现出来了 这样的一个 四个阶段性 也就是前面有一个通识教育 做奠基 后面有一个实践教育 跟实践相衔接 是这么样的一个阶段 我们前面讲了 我们的法学教育 其实是有多个层次的 那么作为一个培养 一个以实践导向 为主的这样的一个 法学教育 却是在那种主要地位 我们法学博士可能通常 还是以一个学术导向的 对吧 那么实践导向呢 其实是包括本科生 法律硕士 跟绝大部分法学硕士 那么以北大法学院为例 我们就能看得出来 其实硕士起点的教育 当然这里主要是硕士起点的 所谓的非法本法说 其实已经跟本科生相比 已经差不多同等的重要 如果我们知道 这个法律硕士本身的 年限又更短 也就是作为一个 我们培养职业法律人而言 硕士起点的法学教育 跟本科起点的法学教育 在中国法学院 其实已经是一个同等重要的作用 但这一点其实并 我自己的观察是并没有得到 真正得到足够的一个重视 因此也带来了非常多的问题 那么无论是硕士起点 还是本科起点的法学教育 其实它的阶段性上来说 大致上仍然符合我们刚刚讲的四阶段性 比如说本科起点的法学教育 那么本科起点的法学教育 其实在我们本科教育的前两年 OK 其实是它的主要的性质 应当是一个同时教育 它既包括我们从其他学院 大学的公共课程里面获得的 比如说通选课 以及其他这样的一些课程 也包括法学院内部的课程 主要是那样的一些偏理论性的 比如说法治史 法理学等等 这样的一些入门性的 这样理论性的课程 其实是应当同时起到一个 同时教育的作用的 那么到了二三年级 我们开始进入到一些 主要的法律部门的时候 这就是基础法学的教育 那么到了三四年级 尤其是现在 只要有机会 比较好的机会 我想大部分本科生 都愿意去读一个硕士 为了职业竞争力 那么也到了硕士阶段 当然就是一个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高阶选修的 这么一个阶段 那么无论是本科 还是你到了法学硕士 基本上我们的最后一年 都是不上课的 我们都会在外面做实习 对不对 然后这个部分 可以是接续 那个实践教育 当然实践教育 不只是这个实习阶段 我们的 我们说 如果你做律师 是更明显 你第一年 前一年或者前两年 都是实习律师 对不对 这仍然是一个学习的 一个阶段 那么这个是本科 那么本科起点的这个问题 我们刚刚也大概也能看得出来 也就是通识教育 其实很大程度上被压缩了 也就是或者说没有能够 他的这个训练目标 没有能够在我们的课程的 安排里面 好好的呈现出来 那么硕士起点的教育呢 广义上我们可以 大致上认为 广义上可以认为 我们所有的这个 如果你本科不是学法律 那么整个本科教育 都可以承担一个 这个通识教育的功能 那么你到了 以非法本法说 我们这里讲 硕士起点 指的是非法本法说 本科不是学习法律的同学 那么第一 通常第一年到第一年半的课程 通常应该是一个 起码是第一年的课程 应该是一个基础法学的 基础课程 然后我们逐渐可能有一些 基于我们的兴趣 包括将来就业的方向 我们会有一些高阶的选修 那么同样的 哪怕你只是三年的硕士 其实大部分同学到了第三年 一样也是不会在校学习的 我们出去实习 对吧 同时完成一篇论文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一个阶段 那么这样的一个实习 包括将来你的职业生涯的前两年 都可以叫做一个实践教育的阶段 所以这个大致上 无论你是本科起点 还是硕士起点 大致上我们都可以 能够看得出来 这样的一个阶段性 好 这个是我想第一部分 我们先简单谈一些 这个基本的理念 那么第二部分我们来看 我们就从这个阶段性来看 那我们中国的 法学教育的现状是什么样子 或者说可能他问题 可能我们关心我们法学教育的 都知道 我们的从业人员 像我们这样的从业人员 包括学生 恐怕对于我们的这个法学教育 都不是特别满意的 现状是如此 我就不满意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它本身是会带来动力的 对吧 带来压力 还带来动力的 那么它的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们就以这样的一个阶段性的 这个图示来看 如果我们诚恳一点的话 恐怕问题出现在所有环节 恐怕问题出现在所有环节 比如说通识教育 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想我们通识教育也谈了很多年了 大家可能如果是这个我们夏令营的同学 你已经是大学三年级快结束了 如果是我们一年级的这个同学 你们已经大学已经读完了 我们反思一下说 我们可以有一个很简单的 你学习什么样的科目其实不重要 我们可以简单反思一下 你认为你在大学的三年或者四年里面 有没有得到足够的阅读训练 有没有得到足够的写作训练 你又能不能够很好的通过快速阅读 处理信这个汲取信息 能不能够通过很好的书面 或者及口头的表达 就传达你的信息 就举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尺度 那我想一个诚恳的回答 恐怕绝大多数同学受到的训练 都是不足的 都是不足的 那么基础法学为什么不出问题呢 我们长期以来 我们中国的法学教育里面 不大有基础法学这个概念 我们的概念叫做必修课 但如果我们看必修课的 拉开我们必修课的名单 我们就会发现 这更像是一种排排坐吃果果的安排 而不是一个符合法学教育的 内部逻辑的安排 也就是大量的必修课并不基础 而基础课所占的比例极其不足 导致我们几乎都是先天不足 这个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安排带来的 选修课的问题是什么呢 选修课的问题是因为教学方法的问题 导致它跟很多时候它跟基础课没有什么差别 都是讲授 也就是它不能够非常好的培养我们的研究能力 这就导致我们无论是本科还是硕士都需要一些论文写作为 这个我们的学习生涯的终结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论文写作是多么那么难的一件事情 那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够通过选修课培养起我们的非常好的研究能力 也就是选修课的教学方法上 其实是有相当的不足 更不要说如果因为教学 我们的这个项目安排的原因 其实很多同学并没有能够在 比如说你本科就毕业后的只有法律硕士的话 并没有能够在一些特定的方向上 积累一些足够的训练的东西 那么实践教育有什么问题呢 它是个双重的问题 它首先的问题就在于 我们发现我们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一般性的大学安排里面 其实并不包含一个 有真正指导的实践教育的内容 我们有实习的要求 但是基本上很少是一个教育的内容 而更重要的问题是 我们的实务部门 大学没有这样的安排 而我们的实务部门 大家都是闷的头往前走 也就是说在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 他们并不愿意承担 培养下一代法律人的成本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实务部门所要求的 其实是一个毕业出来 就可以能够极插极用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学生 而不愿意承担一个实践教育的 这样的一个成本 这就导致这 我说这双项 这也导致为什么 无论是我们什么样的项目 法学硕士 法律硕士 法律本科 最后一年都不上课 就是逼迫着学生在最后一年 通过寻找实习 等等这样的方式 来完成一个初步的实践教育 来衔接将来的工作 而这一年的学习 其实通常有缺少学校的指导 所以这一年的学习的 这个效果其实是非常差的 并不是实践教育不重要 而是说这一年的缺乏指导的 实践教育的效果 其实通常是比较差的 或者是不足够的 那在一个比较的意义上 可以能够更好的 把这些问题所呈现出来 那我们经常比较的对象 就是德国和美国 当然是公认的比较成功的 法学教育的范式 那么德国的法学教育 跟我们的本科教育 更加有可比较性 因为德国的法学教育 也是本科起点的 那我不是这个 这个德国法的专家 我们这里包括美国法的教育 我们介绍都是一个 比较粗线条的一个勾勒 我们先勾勒一下粗线条 大家可以自己先做一下 对比看一下 它这个差别在哪里 首先德国的高中生 他我们说 这个申请大学 包括申请法学院的 这个程序 包括方式 是跟我们有很大的不同的 也就是说 它的竞争性要比我们 或者跟美国申请法学院相比 其实总的来说要差很多 调查显示 德国的高中生申请法学院 最大的最重要的考量因素 是你加远近 第二个考量因素 才是法学院的排名师资 等等这样的一些生育 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 为什么呢 也就是说 它其实是 总的来说 它入学 其实不是一个竞争性 总的来讲 不是一个竞争性过程 这就导致什么呢 这就导致 它的这样的一个中学教育 其实就 完全中学的教育 就完成了 它同时教育的功能 因为它不需要 以将来一个应试的出口 所以它的这个中学教育 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 不仅德国 整个欧洲 其实传统长都是这样 大家就会也会想到说 近来媒体上 说法国的高中生的高考 他们的做问题 那么哲学 那么怎么样 那么思辨 那么奢侈 那是因为他们的申请 这个跟我们这样的一个 高度竞争性的高考也好 等等 高度 美国没有 没有我们这个意义上的高考 但他们申请精英大学 也是高度竞争性的 就是他们的 他们不必要 以一个应试教育的方式 来安排他们的中学生活 因此他们到了大学之后 德国的这个法学院的学生 到了大学之后 他们就是法学院的教育 就是法学院的教育 那么 那么一般是前一年一年半 前几个学期 他们都学习的是一些基础性的科目 包括我们刚刚讲的法理学 法哲学 这个 法律史 这样的一些科目 以及最重要的一些民法刑法 这样的一些基础科目 然后通过中期考试之后 就要学习一些高阶的科目 当然也强化学习一些基础的 民法刑法 行政法 宪法 这样的一些基础科目 那么通常才经过 他们已经经过改革了 但是即便经过改革了之后 通常也要经过 这个九到十个学期 也就是说将近 差不多五年的时间呢 的学习之后 然后呢 他们就参加第一次 国家司法考试 为什么会有这么长时间 其实就是因为 他们是一个 他们这个考试非常重要 第一 他通过率呢 就是会有一大批人啊 会会会会会很大的 很大一个比例的人会通不过 那不仅通不过呢 他们又通常又只有一次 这个补考的机会 那么通 传统上都个法学员 又不提供任何其他的 像学士学位这样的学位 所以如果你不幸两次 没有通过第一次国家司法考试 那你就 法学员基本上就摆上 你没有办法从事任何的 法律相关的 这个专业人士的这个身份 从事任何法律相关的工作 所以压力会显然非常的 大对不对 那么通过了这个 第一次国家司法考试之后 就进入到一个 长达两年的见习期 大家可能听上去 就开始很羡慕了 因为这两年的见习期 其实是由国家来资助的 是带薪水的 是带薪的 然后是在这个律师事务所 法院的民事厅 刑事厅或者检察院 以及行政机关 以及你可能自选一个 比如说跨国公司 或者一个其他的 什么样的单位 做一个轮岗式的实习 那么经过了两年的实习之后 就可以参加第二次 国家司法考试 同样也有淘汰率 同样也有淘汰率 淘汰了之后 同样你也不能够从事 像法官这一类的 完全法律人意义上的 法律工作 压力很显然是非常的大 大家算一下 从入学 都通过两次国家司法考试 那么你大概最快 都要在七年左右 七年左右 那么次法考试考什么呢 那么有笔试 有口试 那么笔试通常有考好多场 一场通常五个小时左右 然后都是考案例题 那最重要的考核的内容 就是基础法学 我们刚刚讲的 民法 刑法 然后这个 公法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 简单的勾勒 大家回顾一下 回顾一下我们的这个阶段性 我们就会发现 什么样的问题呢 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最大的特点是 德国法学教育的训练 时长极其长 因为它不必要在大学 虽然它本科起点 但是不必要在大学教育的阶段 承载一个通识教育的功能 它的学习的时间极长 对不对 然后它的基础法学的训练 极其的充分 这当然跟他们国家司法考试 本身对于基础法学的重视 是高度相关的 同时他们有很明确的 这样的我们说的高阶选修的阶段 同时他们有国家安排的两年 它长达两年的带薪水的实习 对不对 那所以他们从他们的出口出去 他们很骄傲的说 他们就培养模式叫做完全法律 能够胜任任何一个门内的法律工作 确实他们的训练的强度 训练的时长 能够胜任这一点 比较及我们的本科起点 我们要同时承载同时教育跟专业教育的双重功能 我们有那么多的通选课 我们有那么多的外语课 政治课 体育课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基础教育 基础的法学的教育 因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目前的必修课的安排 其实极其不充分的 OK 更不要说我们的 我们刚还没有讲我们的这个教学方式上的差别 大概德国法学跟中国法学一样 都有大课 大概都共 大概他们的大课也不见得会比我们的大课更有趣 去讲授课 但他们有非常有特色的小课 练习课 小班课 以按理练习为主 以年轻的教师 博士生 博士毕业生为主 这个来主持的这样的一个小课 这样的一个 很精细的 很高强度的 很系统的训练 在我们目前的绝大多数 或者几乎是全部的本科教育项目里面是不存在的 又因为我们没有像他们那样的一个比较充分的固定阶段的这样的一个实习的安排 我们又挤压了我们的在校的学习时间 也就是说即便我们是以 你不仅上了本科 还上了这个 还上了这个法学硕士 差不多你是六到七年的学习时间为例 那你实际上在学习法学的时间 你算一下 刨开大四 刨开 就算以目前大部分的法学院好像都是两年的法学数 我们就算三年吧 七年 刨开了一年 这个大四的学习 刨开了一年 年三的学习 你就只剩下五年了 这五年里面我们还 我们说还学习那么多非法学的学科 大家算一下 你实际上学习法律的时间有多少 跟读过的法律人相比 我们还没有提到教学方法上的差异 我们还有还没有提到我们的整体上的其他的配套文本的差异 比如说他们有给我们更成熟的教科书 更成熟的教学学术研究 这个我们都还没有提到 对不对 那么就这样一个简单的对比 我们就能看得出来我们的本科教育 我们的竞争力 为什么会可能在对比的异常会出现问题 那美国的法学教育跟我们相对照 可以更有可比性的 就是我们的硕士起点的法学教育 就是法律硕士 那么同样的 我们也简单勾勒一下美国的这个JD教育的特点 JD教育他当然是先修一个其他学科的本科 对吧 当然你说我先修了硕士 先修了博士 也非常常见 就先读了一个其他学科 至少是本科以上 然后你申请法学院 美国的法学院 尤其是精英法学院的入学难度是非常高的 高度竞争性的 那么所以呢 他通常来讲 他的选拔上 因为他高度竞争性 因为他学费特别贵 所以导致大家在选拔的环节 通常就选拔出了一些 本身具有很好的竞争性 同时又对法学本身是 就比较笃定的选这个方向的人 进入到这个项目 所以他们的 而我们看他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 美国法学院入学考试 这个JLSAT 他其实是考察的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是这个 这个这个逻辑啊 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 他不一不考察具体的 这个特定的知识的 更不要说是法律的知识的 但是他通常考察逻辑啊 考察一些考察推理等等等等 就能看得出来 他所要求的这个这个 通时基础教育啊 本科教育的 希望达到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是什么啊 那么进入到法学院之后呢 一年级其实是一个基础课的学习 就是一年级课程 在美国的阶级教育里面 几乎是一个专有名字 也就是 也就是所有的法学院 也许在其他的这个 这个课程安排上 其他的项目安排上 会有很多的不同 但是接地一年级的课程都是大同小异的 都要学习最基础的东西 包括什么呢 宪法啊 就是公法 还有什么呢 合同啊 contracts stores property 其实就是三门 本质上就是三门名法 啊 对吧 可能还有些需要加一个 比如说名词诉讼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在美国法学院看来 什么样的课程是啊 技术课程 然后到了二三年级之后啊 当然就就就有一个 就是可能也很多这个 呃 从业 这个 观察者啊 对于美国法学院 二三年级的课程 提出些批评 比如缺少结构啊 但不管怎么二三年级 确实就是一个 呃 比较偏选修的状态 但是呢 即便如此啊 我们说接地教育 是一个纯粹的职业教育 但即便如此 我们会发现 学生并没有像我们的 法律硕士学生 一样有那么 迫切的实习的要求 如果你想要去 一个非常好的律师事务所 那那通常一个 暑期实习通常就够了 然后他接地三年 毕业之后呢 那你除了 你如果去律师事务所呢 通常律师事务所 有一个一年期 甚至于不止一年期的 这样的一个内部的training啊 律师事务所提供了 这样的一个宣定过程 嗯 有很多这个英美的 律师事务所的实践方式 其实就是 尤其是国际事务所 它其实就是在各个部门 来至于各个分锁轮岗 就是不指望 一年付你 付你十六万 付你这个十六万美元 但并不指望你真的做 多少好像有 有这个直接 可以有产生效益的工作啊 当然 工作仍然也很辛苦 那么除了去律师事务所的 你可以去别的地方 比如说 非常多的接地的毕业生 会去法院啊 联邦的这个当最好 当然是联邦最高法院 对吧 这个雄会法院 地区法院 包括州法院 做一年 或者乃至更长时间的一个 我们说可以叫做 呃 法官助理啊 clerk 所以他们不着急的原因 就在这个地方啊 我们他们的律师事务所 并不要求你一份实习 接着一份实习 非要有怎么样 其实一个三门隐称 一个所记实习就够了啊 以及 我们的实践教育 他们的实践教育 其实可以在一个 接地毕业之后 仍然有一个 无论在法院 还是在律师事务所 有这样的一个衔接 有这样的一个衔接 那相比较我们的 法律硕士教育 来看 一样的 我们会 按照四个阶段来比较 我们说我们的 这个通识教育啊 以及我们的法学院的 选拔方式 其实 并不能够 很好了 并不足够很好的 能够选拔出 适合学习法律的同学 这是很坦诚的讲的 很多同学会觉得 会对于 法学需要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 这个 一些什么样的状态 能适合 其实并不特别有 这个 很清晰的理解 只是可能觉得说 基于很多别的考量 因素 我选择 收拾的时候 转方向学法学 顺带提一句 其实也正是因为这样 当然很大层 因为美国的阶级太贵了 他们有 他们的整体的学生的年龄 是偏大的 而我们传统上 我们中国的法律收拾 我们GM的 这个大部分学生 都是应届的 当然STO 我们STO的 最近几年 呈现中的一个现象 就是有非常多的 这个 已经工作过一些 年头的 这个同学 再反过头来学读法学 我觉得 我自己会觉得 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因为你自己对自己也好 你对自己的目标也好 看得更清楚了 好 这个是我们从选拔端口的 更不要说 我们的通识教育 跟美国的 就是精英大学 通识教育相比 恐怕也还是 有一些差距 这个毋庸慧言 对吧 好 那我们到了 法律硕士阶段 因为我们的就业压力 因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结构性的安排 所以我们导致我们 大部分法律硕士同学 能够在校 认真学习一年半 就算你做得住的 两年 那你就很难得了 而我们的 那跟本科一样 我们我想 我们绝大部分 法学员并没有 针对法律硕士 有什么特别的安排 所以导致我们的 课程安排也是这样子 我们的基础科并 真基础科并没有得到 足够多的重视 所以我们基础也不太牢靠 我们的学习时间 又极短 又极短 那么你怎么 那即便同样说 我们都是硕士起点的 那么我们的GM 又怎么跟美国的接地 竞争呢 那么顺带的也会 涉及一个 我们很多同学 也关心的问题 我们的法律硕士项目 其实是作为 中国法学教育的 一个改革项目出现的 从1996年开始 到现在有24年了 但是长期以来 我们会发现一个 一个很 它作为一个改革的 项目出现 却出现出一个 什么现象呢 好像我们很多时候 都普遍的歧视法律 这些年已经好多了 但这个歧视到现在还在 大家可以看一下 很多地方 包括我们深圳 这个以开放文明的城市 我发现我们的法院 招这个法官的时候 要求本科学习法律 这当然是违法的一个安排 但很多地方都是这样 北京上海 好多地方都是这样子 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我们从来批判一下 这个其实是不对的 之外 我们要考虑一下原因 原因很简单 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的法律硕士教育 并没有针对它 有什么特别的安排 也许有一些 这个安排可能更坏了 你是什么样的安排呢 比方说 因为觉得法律硕士 是一个纯粹的 这个专业教育 面向职业的 所以我们引进了大量的 所谓的 他们认为叫做实务课程 但我们后面看到 实务课程的意义在哪里 而冲击了 其实是一个基础课的 我们理论课的学习 导致基础不牢靠 所以无论是法院 还是特别重视 比如说明上次诉讼的 律师事务所 这是很真实存在的情况 在招聘的时候 对于法律硕士 都会有心无心的 会有些歧视 原因很简单 我们说了 当你没有很特别的 方法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 天然弱化的本科 对不对 也就是本科起点的同学 尤其是大家都 照硕士的时候 我也不是在招本科 我还是照法学硕士 或者法本法硕 那么同样 大家在同一套方法论下 培养起来的 你只学了三年 实际上只学了一年 慢到两年 人家学了六年到七年 实际上起码 学了三年到四年 对吧 那我选谁呢 这是一目了然的 雇主其实是非常理性的 我们除了批判他们 这个做的不对之外 这其实是一个 比较理性的选择 就是说 抱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但是不是就应当如此呢 也就是说 一个以改革为使命 而出现的项目 是不是就应当 遭受这样的命运呢 显然不是 这个又涉及到一个 我们曾经讨论过 很多的话题 也就是其实 法律硕士本身 原本应当是有优势的 甚至于更极端的讲 我本人至少是很支持 是支持这个见解的 就是法律 在我看来是一个 更适合在硕士开始学的问题 在硕士开始学的科目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说 其实 法律 我们讲是一个操作系统 是一个生态 法律本身不解决 法律内部的问题 其实都是为了解决法律 这个首先是为了解决法律 外部的问题而产生的 在一个法治的 为主要治理手段的时候 我们任何一个领域的新的发展 任何一个有人际交往的 交往的这个地方 它一旦出现了冲突 一旦出现包括潜在的冲突 我们都需要法律去处理它 所以我这是模仿我们前两年 比较流行的一个概念 互联网家 我提出来一个概念 叫法律家 也就是出来任何样 出来一个任何样的 任何的一个问题 这个人工的这个基因的编辑 然后自动驾驶 人工智能 所有的 你发现所有的这样的一些 除了传统的 我们当然知道 什么样的问题 是法律问题 对吧 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新的问题出现 突然发现 都有法律认出来 大数据 这个什么 这个比特币 那就是因为 所有的这些问题 在这个社会上出现之后 涉及到人际之间的交往 涉及到利益的冲突 涉及到纠纷的处理 它一定就会自动出现 一个法律的维度 所以我们要理解法律本身 其实必须要理解 法律所处理的社会对象 就必须要我们对这个社会对象 有更 尽量会有更多的一些 经验性的了解 你不理解 你这个法律所处理的对象 不理解我们的社会 不理解人性 你其实是不可能理解法律的 而将来我们法律所服务的 也是各行各业的 绝大部分人都会在一个 特定的法律职业人生 都会在一些特定的方向上 去服务人 服务别人 服务一个特定的 一个女儿 特定类型的法律问题 或宽或宅 所以这是我们把它叫做 一个法律家的意义上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法律 只是一个视角 任何一个职业的专业的法律 通常至少有两个视角 也就是还有一个事实的视角 还有一个部门的领域的 专门的就是那个具体的 社会现象 社会问题的视角 而要理解那个东西呢 我们通常又需要一些 其他学科的视角的帮助 对不对 换句话说 我们本科学习一个 其他的专业 然后硕士的时候 再来学习法律 这原本应当可以起到一个 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 但实际上并没有 实际上除了一些少数的专业 比方说 我本科学理工科的 可以加上法律 可以做资产权 在一个比较特定的轨道上 可能有一些 看到一些优势之外 只要但凡是 我们会特别重视 你的法律基础的 我们刚刚讲的法院 这个做诉讼的 律师事务所 意思是名商事诉讼的 但凡认为他们特别 这个认为自己 特别重视法律基础的 都会觉得法律硕士 是一个更加有劣势的项目 这个其实并不是必然的 但如果我们不改革 法律硕士的教育的方法 它又是很难避免的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 它的优势 其实没有能够非常好的 发挥出来 而它学习时长 比较短的劣势 却暴露无异 而原本它是可能 又比较优势的 反过来讲的话 本科起点的法学教育 固然理法学的教育 这个法学的学习时间 时长是更长的 但是我们会不会失去了 一个其他的重要的视角呢 我们会不会被既定的 这样的一些法学的东西 法学的固定的 这个理论的东西 这个模式化的东西 影响了我们其他的观察角度呢 完全是有可能的 完全是有可能的 OK 那么当然我们看 这个我们刚刚说的这两点 其实也体现在了 其实是德国法学 跟美国法学教育的一些批评上 我们刚刚讲 他们相比较我们的一些 这个优势 他们当然也有他们自己的问题 比如说 对德国法学的批评 他们自己的批评 主要就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其实就是训练时长太长 成本太大 同时呢 传统上 他们很骄傲的 说是完全法律人的 这样的 因为你要是完全法律人 又特别重视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知识的这个 这个训练汲取 所以你的时长一定是很长 因为法律越来越复杂 就是越来越复杂 但是呢 你的出口呢 他们以培养法官 传统上以培养法官为目标 但实际上每年 因为这个职位的限制 实际上当法官的是少数 大部分人是去公司 去历史事务所 而又缺乏 其实对于一些 非司法 其实不是以司法为中心 比如说非素的一些技能的 核心技能的这样的一个培养 其实总的来说 也是不足的 这是一个批评 另外一个批评呢 其实就是 德国的法学院 实在是太法学院了 太法律了 你如果不主动去追求别的 这个 这个上别的课程的话 基本上很少有别的课程 那么这个是法兰克福的 这个校长 曾经也当过他们法学院长的 一个法学家说的 他说其实我们法学院 这样的一个传统的法学 过于传统的 而对于其他的一些 其实已经 其他那样的一些 这个学科 尤其是社会科学 这个社会学 政治学 心理学 经济学 这样的一些社会科学 缺乏足够的借鉴和融合 而这样的一些学科 其实是对于社会的研究 对于社会的观察 原本跟法律 是有紧密相关性的 然而去法学院的 法学生 其实在这个层面上 这个视角可能是不足的 他们这个反思 当然也跟国际竞争有关 我们知道 欧洲的律师租资 总的来讲 可能 这个在这个国际竞争的层面上 通常被认为竞争不过 英美的律师事务所 知道从现象上是这样 也就是说国际化的律师事务所 是以英美的律师事务所 占主导地位的 这当然给他们带来一些危机感 那美国的法学 就当然有他们自己的问题 比方说 这个 这是曾经当过 耶路法学院院长的一个 这个很重要的法学家 他批评说 在商业上成功的同时 他认为美国的法律人 美国的律师失去了一个传统的这个道德理想 就是lawist statement 律师政治家的理想 迷失在了这个 这个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 商业的成功之中 而失去了 他认为传统上 这个当然涉及到这个整个美律师啊 法律职业阶层啊 在美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他认为失去了这样的一个理想 那另外一些批评是说 美国法学院学费实在是太贵了 给学生带来的巨大的负担 也导致什么呢 导致上法学院的阶层 他的阶层分布上是 明显的因为价格的歧视啊 带来了这样的一个 分布的不均衡 因为你的这个法学院的 这个学费太贵 所以导致你毕业之后 就服务这个有产阶级对吧 所以导致这个 使得越发的就加剧了 这样的一个阶层之间的不平衡 我们发现这样一些批评 跟美国社会现在面临的问题 其实也是有 有这个相关性的 对不对 他们有他们的问题 而我们 思考的是我们这个 我们中国法上 我们自己的问题 那我们今天来关心法学教育 我们关心法学教育的今天 实际上是在关心 中国法治的明天 也就是我们是在为 未来培养职业法律人 而他们作为专业人士 会支撑起 法治这个越发精密和复杂的 一个操作系统的运作 当我们这个历史发展到了今天 我们确实也感受到了很多的动力和压力 我们自己内部的社会的发展到现在 我们改革开放 对吧 这个发展到现在 确实面临一些内生的要求 就是我们寻求更稳定的发展 我们希望每一个人 都有一些 都有更稳定的 更有安全感的 更可允许的生活 这些都需要法治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一个核心的技术来支撑 所以我会说法治 其实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基础设施 跟道路是一样的 跟5G 跟这些 跟信号站是一样的 它是一个基础设施 同时我们当然也面临 国际竞争的压力 对吧 这个最新的大家都能看得到 我们 而我们这么 哪怕就以改革开放为指标 我们改革开放几十年来 我们在法律的职业的内部 也有一些内生的动力 都对我们法学教育 提出来的要求 所以接下来的问题 无非就是 方向在哪里 我们需要 往哪些方向去改革 尤其是我们刚刚似乎是说 我们四个阶段 每一个阶段 似乎可能都有一些 值得改进的地方 那我们到底从哪个地方着手 这可能就是我们接下来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再做一遍 其实我们关心法学教育的今天 其实是因为我们关心中国法治的明天 所以这其实不仅仅是 我们应当关心的那种 它其实也是应当是一个社会性的议题 好 那我就结合我们 STO的这个探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可能在哪些方面可以去行动 STO因为是一个新的法学院 它其实是可能它相比较而言 就它的方向 它的一些做法可能会观察起来会更清晰一些 但是也未见得如此 因为谈到STO 谈到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的话 我们说个案 很多人会觉得它就是一个个案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最大的特征 恰恰是我们说 其他的中国法学院 没有办法复制的 当然也 某种程度上也没有必要去复制的一个东西 也就是我们提供的是一个 JDGM的双学 这是我们官网上的截图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一年级JD课程 我们说其实是极受重视的 这个重视程度 我们比较起我们中国法的一年级 那是完全不可同日而喻的 所以我在STO提出来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我们STO的同学是第一年 基本上学美国法的一年级课程 第二年是主要学中国法的必修课程 以及一些美国法的课程 我会说第二年是我们中国法的一年级 这样的一个概念提出来之后 我们的美国同事很快就理解了意思 就是说其他的很多安排 都要为中国法的必修课程让步的 就是一年级课程是如此的重要 所以我们说我们STO的研 就是我们中国法的一年级的时候 它就很快会传达这样的一个信息 STO会被认为是 它仅仅是一个个案的原因 是说你的项目太特殊了 我们是主要的项目 是同时学习美国法和中国法 同时学习一个JD的项目 跟JM的项目 它是一个不可以拆开的双学位项目 而又因为我们知道 美国法当然属于传统的普通法 应该这样说 它是不传统的普通法 对吧 传统的普通法是英国 但它当然是属于普通法系的 而中国法一般会认为 我们在很大的程度上 是受到所谓的大陆法的影响 就是欧洲大陆的传统的 这样的一个影响 那当然就会带来一个问题 刚刚我们不是比喻说是操作系统吗 那一个安卓系统 一个iOS系统 对吧 它会不会系统不兼容吗 曾经就有老师这样问过我 你们的同学 你们的学生同时学习美国法 跟大陆法 老子不会学昏调吗 对不对 不会学的 不会学的内部打架吗 也就是我们指望 我们希望是产生一个 加于大于二的效果 但是会有巨大的怀疑 说它到底是 是仍然是割裂的混合 割裂的这个 就是互相割裂 竟拼在一起的这个混合状态呢 还是能够有比较好的 有机的融合状态呢 还是其实是一个 没有什么互动性的隔阂状态 这个当然是很多人的一个疑问 也是非常正当的 这样的一个疑问 那么也就带来 其实也就我们把它 这个化约到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要学习普通法 学习普通话 有什么样的意义 是吧 这也是很多 无论是我们的同学 还是我们同行 都会有的一个疑问 我想这个问题 有很多的回答方式 我想可以简单从 这么三个角度来回答 前两个角度都是比较务实的 比较现实的角度 我们刚刚说这个 我们说中国法被认为 主要是受大陆法的影响 但是我们SEO同学都知道 我在我的课堂上 我会不允许学生说一件事情 我不允许学生说我们是大陆法系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我不认为我们是大陆法系 当然这不会因此就认为我们是 当然不是因为我认为我们是普通法系 这个孟子说 这个孟子说当年他说的那个 他说他那个时代 这个说是这个天下之言 不归阳则归末 要么就是姓阳朱 要么姓末的 我们好像也是这样 似乎好像我们有一个思维定式 好像这个世界上 除了大陆法系就是因为法系 不是A就是B 为什么是这样呢 其实当然不是这样 其实当然不是这样 只能说我们在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中 因为很多原因 尤其是既受可能性的原因 我们主要受欧洲大陆法的影响 很简单 就是成文法比较好抄 这个K-Snow 这个案例法比较难抄 就加上我们中国传统上 有这样的一个制定法的背景 这个我们不多讲 但是就以我们改革开放的 以来的法制的这个发展为例 其实我们的影响也是多元多重的 从制度建设层面 跟这个指导思想层面 比方说我们的传统法学 也就是基础法学领域 民法呀刑法呀 乃至于行政法 确实主要受欧洲大陆法的影响比较大 尤其是德国法影响比较大 但是我们的一些更高阶的法律 比方说就是高阶的意思是 它更综合 并不是说它更高级 比如说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 尤其是偏商事 偏这个这个 大家听到你就是跟很钱很相关的 跟经济发展相关的领域 对不对 我们的改革开放以来的法制进程 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经济改革推动的 我们的证券法 我们的公司法 我们的保险法 银行法 其实还是受美国的影响特别大的 包括现在一些新兴的领域 我们的互联网 我们的这个这个大数据等等等等 这些哈 其实都是 仍然是受美国的影响很大 这是制度层面 不仅制度层面 哲学 法律哲学层面 法律的这个指导思想层面 其实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其实是一个受多元影响的 包括我们自己的传统 对不对 我们的社会主义自己的传统 我们的中国传统法治的影响 我们其实是个多元影响的 我不让学生在我们的课堂上说 大陆法系是因为 它不必要在一个论证下出现 而一旦它在一个论证下出现的时候 通常都荒谬的 因为我们的习惯上 我们当我们把这个词拉进来的时候 我们的论证通常是这样子的 说因为我们是大陆法系 所以案例不是法律渊源 或者案例不那么重要 所以正常是这样的一些辩论 这个其实是一个没有营养的说法 所以我们会避免做这样的一个说法 所以第一个理由 其实是说 我们本身就是一个受多元影响的 在发展中的这么一个法律制度体系 包括制造思想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其中的核心的影响 追根溯源的话 当然是如果以单个国家为例的话 我们当然是受德国法跟美国法的影响 是应该是最大 其他当然也都还有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们学习美国法 学习普通法也是有意义的 这是一个非常好理解的程度 就是说你要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公司法 中国的证券法 你学习一点普通话是很有必要的 大家知道中国的证券的 这个证券交易的这个制度 其实就是主要是当年请一些 香港的这个专家来一起帮助建的 而香港的法其实也是属于 普通法的这样一个范畴 那么第二个理由就更简单的 在国际竞争的意义上来讲的话 我们当然要必须知己知彼 对吧 不仅是狭义的法律时间 包括我们的政治 外交 经济的交往 我们都必须了解对方的规则 而最重要的交往规则 就是法律规则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我们都必须跟 以美国为代表的 这样的一些 这个西方国家 是一个既合作 有竞争的这个态势 对不对 我们要了解它 而要了解它的法律 其实是极其必要的 所以这不仅仅是一个 法律实践的层面 这个其他的这个领域 我们说都一样要去了解 还不仅仅是说 这个国际竞争层面 还不仅仅是说这样的一个 跟他们打交道的层面 包括我们内部 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战略 提出来的粤港澳大湾区 是由粤港澳11个城市 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区域 那么这11个城市属于一国 对不对 但是澳门跟香港都实施的两制 然后澳门主要是受 这个葡萄牙的影响 它是个欧陆的体 这个传统 那香港主要受英国的影响 这是一个我们说普通话的传统 那我们这个内地大陆的法律 当然有我们自己的特点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说 一国两制三法律的 这么一个状态 我们要更好的融合 我们要更好的 在理解的意义上融合 也更好的让交往 让这个要素流通起来 这才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区域化的意义 对吧 我们也必须理解普通话的逻辑 所以无论是从我们 理解我们中国法自身 的角度 还是在一个交往的融合的 这样的一个角度 我想这两个理由 其实已经足够了 但是真正重要的理由 在我看来可能还是第三个 什么意思呢 什么理由呢 也就是其实 我们说我们大概不会说 有美国的物理学 中国的物理学 韩国的物理学 对吧 有日本的数学 中国的数学 大概不会这样说 但是我们很显然会说 有美国的法学 德国的法学 日本的法学 中国的法学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 法学的科学性 没有那么强 不是那样的一个意义上的 硬科学 但是我们也知道 会有古代的法律治理 现代的法律治理 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有好的法律治理 跟不太好的法律治理 在这个意义上 它仍然也有一些 客观的尺度 也有一些共通的规则 而中国所正在学习 建设发展的 这样的一套 法律治理体系 其实是我们整个国家 现代化的一个部分 也就是跟我们 传统法治的关系 相对而言 反而比较薄弱 跟这样的一个 西方法治的关系 相对而言 反而比较紧密 就是我们说 这是现代化的 这样的一个部分 我们不必要把它理解 为一个西化的过程 它其实是个 现代化的过程 这是我们医药 也就是个 现代化的过程 是一个道理 而从这个角度来看 对我来说 被我们 在我们法律内部 似乎 将来就认为 很重要的 大陆法跟普通法的区分 在我看来 恰恰是不重要的 在我看来 我们这个是上了 西方人的大 这是开玩笑说的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它其实 大陆法跟普通法 其实是一个 西方人视角下的 内部区分 他们觉得 他们差别很大 是因为他们不需要 去重申 他们的共通之处 这正如 也许我们中国人 自己可以从 口音 饮食 衣着 等等很多方面 我们能够很容易的 辨别出来 谁是 你是南方人 对不对 你是北方人 很豪爽 对不对 你是南方人 怎么样 我们也许能够 很容易辨别出来 但是对于一个 不熟悉中国的 西方人来说 他不要说 北方人跟南方人 他就中国人 日本人 韩国人 他也分不出来 是不是 一样的道理 一样的道理 之所以大陆法 跟英美法的区分 那么的鲜明 带来一些很多的 一个中演绎 一个中归纳 一个怎么样 有非常多区分 那么的清晰 是因为内部视角的观察 而我们远在东方 我们是一个外部视角的观察 简单来说 我认为其实 大陆法系 跟英美法系 之间的共性 要远远大于 他们跟我们之间的 这个 这个 共性 跟我们传统的法治 之间的共性 而这个 这个大陆法系 跟英美法系的区别 要远远小于 以他们为代表的 这个西方法治 跟我们的传统法治 之间的区别 所以我们作为 这样的一个 正在建设中的 正在形成中的 这样的一个 法治国家 我们应当学习 我们应当是敞开 胸怀来学习 所有一切 有益的东西 去学习 他们更基础的东西 更根本的东西 更共通的东西 更一致的东西 而 那他那个差别的东西 再我看来 相反反而是次要 或是不像他们 更共通的基础东西 那么重要 而因为我们中国 处于这样的一个 复杂的历史发展的 背景之下 我们自己的 这个 这个 法律状况也好 一样 其实本身也是很复杂的 并不存在一个 单一视角 这个 并不存在一个 很多人想象中的 那样的一个单一性 上半年 有两件 可能 法律人 可能 比较关注的大事 当然这个 民法典显然出圈了 也不只是法律人关心 那民法典显然是 这个 我们做大陆法系的 一个象征之一 法典化 其实本身是一个 特别重要的象征 他的大陆法系 本身就叫民法法系 对不对 这是我们很明显 受这个欧陆影响的 一个再明显不过的表现了 这是五月底的时候 我们民法典出台了 但是过了一个多月 我们最高人民法院 就出台了一个 关于统一法律 是用加强内案检索的 指导意见 被很多人认为说 是不是在 逐渐在建设一个 有中国特色的 我们中国的这样的一个 案例法的这样的一个制度 也就是这本身 我们中国的实践 就呈现出一个高度的复杂性 我不认为它已经成型了 我认为它仍然在一个 探索的过程中 而且我认为这样的探索 本身是有价值的 而并不是说 立刻归到某一个类型去 就好像就更加有价值 实际上也做不到 这恐怕只是理论家的一厢情愿 不仅如此 我们法律本 法律还不只是一个 它就不只是一个 一个纸面上的制度的建设层面 更重要的其实是一个 实践的层面的 对不对 就在这两天 我在准备这个讲座的时候 也有一些 看到的一些事情 也非常有感触 现在大家也都看到了 这些事情充分呈现出来了 我们中国的法治是 在怎样的一个 充满了矛盾的 充满了这样的一个张力的 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之中 这个我想大家都看到了 都看到了 这是一个公开报道的 大概错误积压 就时间最长的一个案例 9778天 媒体是这样报道的 有非常多的 这个令人感触的 面向看待 这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事例 怎样去理解这个事例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当年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今天这样的 今天还能够 这个不幸中的万幸 还能够频繁这个昭雪 这就是实践的这样的一个维度 要比理论的维度要复杂的多 还有非常多的 就是约束的事由 是我们单纯的 在一个阴然的层面上 去讲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关注得到的 这是另外一件很有趣的 另外一个事例 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是广州 刚刚开通的一个大桥 叫海珠泳大桥 这个大桥到这个地方 突然分叉开去了 中间留了一个孔 在比较高的维度上看 好像还有点像眼睛 对吧 所以被一些网友 牺牲了海珠之眼 那就近来看呢 那其实是有一户人家 没有搬迁 那就是没有拆迁走 所以呢 那施工单位呢 就绕 只能绕开去了 然后就留了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孔 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很多网友 都把它当做网红的 这个打卡地点来了 反而成为了这么一个现象 那这个 这个是广州的 其实以前广州 有类似这样的一个问题 也是这个楼没有拆线 所以你看这个 立交桥是绕着他走的 这个事情当然也传达出了 一些积极的信息 我们发现 我们不再用一个 公共利益 类似这样的大的字眼 来压制这样的一个 私人的诉求 我们发现在 讨论 网友的讨论里面 有非常多的意见 表达出来了 就是私人的权利 这样的一个 跟公共利益的 它的同构性 而不是好像 我们想象中的 一个冲突性 以及 我觉得非常好的 网友就提现出 对于丁字户 这样的一个 语词的反思 这是个非常非常 我看来觉得 非常有意思的反思 也就是说 其实是人家 他现在这个地方 然后你再来造桥 也就是说 其实你没有 我没有得到满意的补偿 我不走 这是我的权利 给我一个 污蔑性的称呼 叫丁字户 这其实不对的 这样的一些 其实都体现了 我们的 我们的意识 我们怎么样理解 法律的 这样的一个发展 所以我们正是 在这样的一个 我们说 真实的历史的背景之下 在这样的一个 真实的土地上 去实践法治 它不只是一个 纸面上去实践的东西 所以它呈现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 高度的复杂性 多远性 以及它在 我们说 进步退步 同时在发生 等等这样的一些 就是来来回回的 这样的一个真实的过程 都要求我们 专业的人员 专业的人 法律专业人 对于我们所 处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我们所面临的职责 包括教育工作者 有一些更 更完整的 更深刻的认知 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做 我们其实是应当 超越这样的一些 表面化的争论 去学习一些 确实要学习一些 更根本的东西 我在贝克的时候 突然发现 我做了这个比方 找了这张图的时候 突然也有一些隐喻性 什么意思呢 我们发现 我正好放在这边的 几个操作系统 Android也好 iOS也好 Windows也好 Nunix也好 都是 西方的 都不是我们 中国人开发的 不妨碍我们去用它 对不对 法治其实在这个意义上 其实也是 类似它是一个 现代的工具 人家先走了一步 我们后走了一步 我们利用人家的成果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最终我们是要 发展出来的是 最终我们是要 处理我们自己的问题 面对我们自己 民众的诉求 发展出一套 更加适合 我们这块土地的 这样的一个 法治的操作系统 就是我们 在程序语言上 我们当然有非常多 可以借鉴的地方 但是我们所面临的 真实的问题 我们所面临的核心的诉求 可以呈现出它的一些 当然会呈现出 我们自己的一些特色 所以那么在发展出 这样的一个 程序语言的 这个过程之中 我们要学习 更根本的 更往前退一步的 更根本的 那个基础的语法 是什么 我们不能 没有任何理由 拒绝这样的语法 因为那是现代的 一个发展 而不是属于任何一个 具体的人群的 但同时 在这样的一套法治的实践过程中 当然会体现我们自己的 来自于我们的历史 我们的文化 都呈现出来的 一定的思维方式 跟价值倾向 换句话说 我们最终 这样的一套 法治的构建 一定是包含了 这样的一个 双重性 借鉴的 跟我们自己的 发展出来的 历史的 跟我们如何时代需求的 他人的 跟我们的 他人关照下自己的 对吧 一定是呈现出来 这样的一个双重性 那么很显然 我想大家都不会 低估什么呢 低估这样的一套 好的操作系统 建立的 必要性 以及难度 以及难度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说 学习普通法的意义 就在这个地方 他给我们一个 更宽广的 更完整的理解 这样的一套 现代法治 技术 价值 方法的视角 这样一套方法论 我想我们用杜甫的 这句诗 可以最好的来表达 也就是说 我们去掉那些 其实不那么重要的 别才为题 去掉那些 不那么重要的东西 我们去清静 风雅 这个是我们诗学的 就是知足 对吧 诗经 清静那个 更加根本的问题 转意多诗 我们其实是 谦虚的向任何 先进的文化去学习 然后 我们当然希望 清除越南胜越南 对不对 我们当然希望 我们能够 最终能发展出一个 我们更加适合 我们自己的 更好的 这样的一套操作系统 这样的一套 法治的体系 所以这就要求我们 睁开眼睛 放开心胸 抛开偏见 去学习任何 一个对我们来讲 都是好的 这样的一个 先进的 法治的成果 那么这样一套方法论 不只体现在 我们刚刚讲的 好像已经偏提 讲的是一个 法治的层面上 它其实回来讲的话 也一样体现在 我们对于法学 教育的理解 借鉴 学习跟发展上 正是从这个角度 我认为 SDL绝不 仅仅是一个个案 如果说 作为一个新兴的 法学院 他已经取得了一些 当然 很不足够的 成绩的话 那么他所呈现 出来的经验 其实是 恰恰是共通的 而绝不 绝不是 而不绝不仅仅 是一个个案性质的 换句话说 SDL其实分享了 很早就有 我们的 这个 我们说 一线的 法律的 教育工作者 提出来的理想 关于法学教育的性质 目标 方法 已经有非常好的研究 理论研究 已经在我看来 已经足够好 足够多了 真正难的 其实在我们 现有的这个状况之下 来做一些改革性的实践 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难的 那这个 一顾 清华大学的 一顾的 何美欢教授 还有这个 北京大学的 袁松教授的 这个研究 其实都是 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尤其是在 SDL的 这个中国法的建设上 都发挥了 这个 很好的这样的一个 指导思想的作用 所以我们其实分享了 一个是新华法学 一个是北大法学 对吧 其实都是 都是在我们SDL 这个之前的 我们分享了中国的 我们说最好的 这样的一些 法律教育工作者的理想 同时我们其实也 同样共同承受 中国的法学院 所承受的 现实的拘束 我们法是 发展的这样的一个 目前的环境 对不对 我们所面临的 相对而言 这个谈率批评 一讲 其实是比较 急功近利的职业市场 当然也可以理解 我们的法律 职业市场 也在自己在一个 突飞猛进 在一个往前奔的 这个过程之中 他们可能觉得 还没有办法停下来 去承担 分担这样的一些 义务 但是 事实上是这样 这样的一个 相对比较功利的市场 以及我们的 大学制度的 很多的约束 比如说 目前当前的 大学的 整个的导向 很显然 尽管这个 口头上说的 郑天祥 但很显然 对于教学的 重视程度 是极其不够的 是极其 极其 极其不够的 也就是说 其实缺乏一个动力 所以这些客观的 拘束都是在的 所以我们也一样 是分享了我们的 这个并不是一个 很特别的东西 分享了一个 普遍的理想 也共同承受了 我们普遍的拘束 那么正是在 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需要去反思 我们的教育的目标 应该怎样去设定 就是我们评价 什么样的人才 那么基于这样的 目标设定 我们去反思 我们的方法 我们的教学的方法 我们的项目的安排 应该怎么样去处理 那么在考虑 法学教育目标的时候 那么很显然 我们要考虑说这样的一些 拘束条件 设定一个能达到的小目标 我们会看到很多 这个原来 我记得我看到过一些 新的教育项目 那个教育目标 简直就是要培养一个 私有信任 培养一个 我想你可以 口号尽口一提的特别响 但是操作上怎么样去实现 其实是很难的 所以这不是一个口号的问题 这不是一个纸面的问题 不是一个想象中的问题 它是一个实践操作的问题 那这就在此让我们回到了 卢艾宁的领衔的这个起草的这个报告中的这样的一段话 我觉得是非常有启发的一段话 我想这个前面两个词就很有启发 也就是说一个法律人一定是要学习很多别的东西的 一定是要学习很多别的东西的 但是你作为一个专专业的法律人 你将来要从事专业的法律工作 你首先要一个最低限度的可靠的法律记忆 我们所想要实现的所有的愿景 都应当是通过这样的法律的技术 然后去实现它 这当然背后有非常深刻的这个法治理论本身的思想 比方说它的口语期性 它的这样的一个 它的稳定性等等 本身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价值 所以我们的一个很比较合理的目标设定 其实就是要培养这样的一些最低限度的可靠的法律记忆 因为我们受时间的拘束 我们法学教育的一个 在我看来一个最大的拘束 其实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大学的市场的最大的拘束 其实就是时间的拘束 我们要学那么多的东西 哪怕法律内部要学的就越来越多怎么办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 不考虑任何一个不考虑时间拘束 这样的一个最硬核的拘束的这样的一个 我想改革的这个方法其实都是很难实现的 那么这样的一些专业的法律技能 简单来讲其实就是法律检索 法律解释与适用的这样的一个技能 其实对于法律专业人士来讲 其实这个是很耳熟能详的 但是你要真的能够非常好的训练出 这样的法律检索 法律解释 法律适用的技能 其实是并不容易的 那么这样的法律专业技能 其实是一个法律人的综合技能的一部分而已 一部分而已 所以你要获得一个法律职业的成功 你其实很需要很多别的技能 我们说来自于我们在 你要首先你要能够更好的 培养起这些法律专业技能 本身你也需要别的技能 比如说非常好的基础的知识技能 我们说了最好最重要的其实就是阅读的技能 跟写作的技能 阅读其实意味着什么 广业的阅读其实是你汲取信息 快速的处理信息 写作是表达信息 这样的一个基础的技能 当然你要在实物上获得成功力 需要非常多的重要的实物技能 对吧 怎样接待当事人呢 怎样处理职业的上的压力啊 难去于怎样锻炼好身体啊 对不对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这个实物的技能的 但是呢 这些能力都很重要 也应当在一个完整的法学教育的这个阶段 获得训练 但是这个狭义的学院的法学教育的那个阶段 主要训练的应当是专业技能 这就带来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哈 这个是因为PPT有点被变形了 也就是法学院教育 其实我们必须明确它的功能 才能够依据它的这样的一些功能 去进行后面的安排 它不可能包置百病实现所有的 法律人培养的任务的 这不现实啊 我的意思是说法学院教育不能实现 但是我们在法学院的 读书的这些几年的成长 可以其实可以cover很多 可以这个涵盖很多别的面向 我们的这个同学之间的交往 我们的很多的方面 其实是可以培养起我们很多的技能 但这个是一个附带的作用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它叫做法学教育的不等事 因为法学院教育它其实是个狭义法学教育 是远远小于广义的法学教育 而法学教育又远远小于一个法律人的完整教育 只有有适当的预期 适当的功能的配置 我们才能够去配及它的这样的一个 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些安排 所以我们再次回到我们做法学的阶段性 一个较为理想的通识教育 其实就核心目标 其实就是培养什么呢 我们这里说的基础的知识技能 一个较为理想的实践教育 其实就是要逐步的培养起重要的实物技能 对不对 而一个较为理想的基础法学 跟高级选拥加起来 这样的一种法学 狭义的法学教育 就是为了培养那些核心的法律专业技能 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功能的丰工的 而说一千到一万 最后这样的功能的实现 不是特好提一个理念实现的 而是要靠法学院的核心工作实现 法学院的核心工作是什么呢 上课 也就是说 这就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法学院的课程配置的问题 我一般会把法学院的课程 大体上分为五个类型 理论课 主要指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其实是 不培养 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培养专业法律技能的一些课程 法律历史 法治史 法律思想史 然后法理学 法哲学 等等这样的一些课程 这样的一些理论性的课程 然后 它在法学的课程体系里面 它其实有一个衔接的功能 衔接什么呢 衔接 通时教育阶段的这样的一个训练 那这就对我们理论课的开展提出来了很重要的要求 实际上我们 很 这样的批评可能比较严厉 实际上我们发现我们的大量的理论课的上法 也完全是一个知识性的上法 我们要记忆 公元哪一年 谁 出了一个什么 这个法经 是哪一年 哪一年颁布的 这个大名 绿什么哪一年 变成了个纯粹的这样的一个记忆的东西 到底有哪些 这个家 那个家 这个流派 那个流派 这个就大大失去了理论课的功能 理论课其实是 理想的功能应当 其实是接续 通时教育 仍然是在训练我们的一个 其中一项功能 仍然是训练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基础的 阅读写作的这样的一个技能 就是它其实应当有大量的阅读跟写作 同时呢 也为我们的 接下来的狭义的法律学习 铺建一个更宽广的历史理论 社会的视角 那么食物课呢 其实它是接续实践教育的 那么这个食物课的意思 食物课就是有 就是食物课 就是跟特定的食物工作领域的内容相关 所以食物课其实确实应当 由食物人士来讲授 有经验的食物人士 比如说资深的法官 资深的律师 资深的检察官来讲授的 但很显然 它不会是在法学院的课程的 一个很主要的位置 应当配置一些食物课做衔接 那么这里我们讲的基础课程 跟技能课程 其实就对应了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基础教育的阶段 我们认为是最重要的阶段 那么这个高阶课程呢 其实就对应了那些选修课 我们这高阶课程的开发 应当主要是 应当是开成研讨课 Seminar课程的 应当让大家能够 进入到这样的学科领域 主动的去做研究的 而不是再次上成一个 这个讲授课 而且就从头讲到尾的 这样的课程 这个意义其实就很小了 我们必须通过不同的 这样的一些课程的安排 来实现不同的目的 在法学教育的不同的 这个阶段之间 实现一个良好的衔接 同时把它核心的使命完成 那么在所有的这些课程 内心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 基础课程跟技能课程 而这正是 我们可以从德国法学 跟美国法学的经验里面 学到的 在我看来是最好的 最重要的东西 德国法学的 对基础课程的重视 以及 以这个最近大家都听说过 都很流行的 这样一套 比较完整的 这个案例分析方法的重视 通过小课的训练 这些基础课跟技能课 才是他很扎实的 法学教育的精髓所在 美国法其实一样也是如此 我老说 德国人很骄傲的说 他们的教育是完全法律 我说难道美国人不是吗 美国人也是 只不过他们的路径不同 所以完全法律 就是能够胜任 任何一个门内的法律工作 我们刚刚讲这个中美的GM阶地对比的时候 忘了讲一个视角 就是美国的阶地的时间短 但是他的学习目标其实是很 或者说他的知识的汲取的目标 其实通常是很次要的位置的 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训练技能 在这个意义上 他们时间虽然短 但是他们相对虽然短 相对这个德国的虽然短 但就他既然他的目标是如此的清晰 但是技能的训练上 其实仍然也是相对比较充分的 对于我们来讲 其实一样也是如此 就这是他们在我看来 最重要的共通的 最值得借鉴的地方 也是我们应当去 同时也可以去借鉴的地方 而恰恰的时候 中国法学教育里面最不足的地方 我们刚刚前面讲 也许每个部分都有不足 我们高阶课开的不够的高阶 对不对 理论课的理论课叫不够的 不够的同时 食物和不够的真正的食物 但最重要的还是这两个不足 也就是我们的基础课不够强 不够基础 不够完善 不够完整 强度不够大 分量不够重 然后我们没有很核心的技能课程 这个技能跟食物课程的区别 就这些技能其实是一般性技能 是你从事任何一个门类的 类别的方向的领域的法律工作 都必须掌握的一般性的法律检索 法律解释 法律试用的技能 而我们这里讲的食物课 其实都是针对特定领域 这个正本食物课就是讲并购 正本食物课就是讲形式辩护 好像这个差别其实是非常明显的 我想STO的这样的一个改革 其实也贯彻的 其实也是正是这样的一个 也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我们的基础法学之处也重要 是因为它其实是组成 所有高阶法学的基础 那么基础法学三原色 基础法学的最重要的部分 其实就是明法 刑法和公法 公法当然就宪法和行政法 当然你可以配上各自的这个 诉讼法 这就是基础法学最重要的内容 我开玩笑说 什么叫做金融法呢 金融法就是金融民法 金融刑法加金融行政法 再加金融学知识的一个混合 但它是一个混合 就是它会产生一些新的 它专属于这个领域的 一些可能特别特殊的理论 特别的制度安排 当然没问题 当然没问题 但是你把它拆散了来看的话 它就仍然是建立在基础 法学之上的 其他也都是一样 其他的所谓高阶课程 都可以这样来 来做这样的一个拆分 一个简单的标志 其实就是 不管你是什么领域的纠纷 到了法院 就只有明示诉讼 刑事诉讼 跟行政诉讼 对不对 这其实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 但这个浅显的道理 在我们的课程安排上 却很难实际上去 很难实现 我想这是一个 值得去借鉴的地方 那也不仅如此 不仅如此的 还要涉及到第二点 第二点就是什么呢 其实就叫 革新基础课的教学的方法 这就是涉及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们刚刚讲 德国跟美国的 共通的地方 就是无比重视基础课 但是他们重视的方式不一样 或者说他们实现 他们训练的目标的方法不同 读法的方法 其实是非常好的 但有一点我们学不到 就是他的训练时间太长 这是一个最最基本的基础 因为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学习 其实是高度重视知识体系的完整性的 在这个与此同时 他又重视技能的训练 那么他就要在基础课之下 配上相关的技能训练课程 你可以想象这个量是多少 我们连基础课都配不足 还要在基础课下 再配套一个技能课程 你想象可以想象这个量多少 这很难实现 尤其是对法律受识教育来说 尤其是如此 那么我们就必须去调整我们的目标 以及相应的调整我们的方法 也就是我们的目标 不应当再是去追求一个特别完整的知识体系 其实你也不可能追求的完整 因为我们法律 包括法律支持膨胀的速度 远远超过我们去学习的那个速度 其实我们应当训练的是什么呢 是那些打底的奠基的 能够培养起我们自学能力 能够将来帮助我们在有需要学习的时候 都可以自主的去学习的那个学习能力 而当我们调整了这个目标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相应的调整 就应当相应的调整我们的方法 我们的教学方法 我们的方法就不再是以知识传授为主 而应当是能力训练为主 那不要误会 这个能力训练的过程 这种自然包含了一部分最重要的基础知识的传授 对吧 不然你没有载体 这是我前面说到的 我们不是通过一个批判性思维的课程 去学习批判性思维 我们不是通过一个讲法学的方法 讲法学的教学方法的课程 去学习那个法学 不是的 我们还是通过我们的实质性的课程去学习的 但我们必须要调整我们的教学的方法 那么方法怎么调呢 那么对STO的另外一个关注 或者说对于法学 这个美国法的另外一个关注 就是美国法学院的所谓的这个苏格拉底方法 STO的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 我们可以近距离的观察 完整的观察 这样的一个方法是怎么怎么去操作的 当然很多人批评说 其实美国法学院已经也不大用这个方法了 这个我们就不多讲 但是总的来说 这个方法还是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关键话说 它其实是一个 我们启发就是 它是怎样来训练技能的 而训练这个思维的能力的 训练这个自学的能力的 一焰以蔽之呢 这个是我尝试在STO去使用的方法 一焰以蔽之呢 其实是 其实是 要让我们的所 讲的这样的一些法学的知识 的学习过程 变成一个更主动的学习过程 要跟我们学生的既有经验相衔接 而不是学生坐在下面听 变成一个天外来客一样的 一套法律 体系性的知识 强行的灌输 如果有这个本科学习法律的同学会说 老师我们也在理解 我们有强行灌输 是我们也在理解 但那个体系的庞大 我们的理解也是钻进去的理解 也是钻进去的理解 就是别人告诉你说 这样的一条路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我们就顺着这条路面理解 这样的训练 我不是说 这个就不好 当然有它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知识传授上有非常大的效率性 但它的问题就在于 学生很少发现自己的自主思考 在其中能起到一个多大的作用 这个对中国学生来讲 对我的理解是问题更大 也就是说 在我们思路 思路还没有打开的时候 他就给我闭上了 就管闭合进一个很成熟的体系里面去 但依然是一个闭合的学习 这个当然我想学习过法律 有同学可能更有体会 我就不多讲了 所以我们要借鉴美国的方法 同时借鉴德国的方法 不意味着我们去照搬的 尤其是借鉴美国的方法 并不是说一定要用所谓的苏格拉底方法 但是我想一个这个方法的一个实质 我想完全可以在中俄法下 适用的一个实质 就是你应当更 让问题意识更清晰 让大家的自主的思考 经验更能进来 比方说可以通过加强 在我们基础课程上去使用案例的方式 然后去让大家可以有一个 更低的门槛能够进来 同时又能够让大家自主性思考 能够在讨论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这是个先开放的过程 那么因为我们的法律体系 毕竟跟美国不一样 我们的职业市场的需求也不一样 那么这个开放的发散的讨论的过程 最后应当收敛 慢慢的做一个最后做一个收敛 但这个收敛要比你一开始就把那个东西 扔给大家其实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我们下令的同学 我想你会有机会跟在校生交流 我们可以大家可以去 可以去讨论一下 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先发散 后收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想在基础课上会尽可能的平衡 思考能力 思维能力的训练 跟知识传授的关系 同时又偏重前者 同时会担心说 那我们会不会学的不够多 尤其是跟别的法学院相比 也就是你开放的太多收敛的不够 那就涉及到第二类 我们说最重要的课程的第二类 就是技能性课程 基础性课程发散开去 不分收敛之后 是希望大家能够能够有一个 更自主的去 觉得自己是跟这个学习 是有一个很切身的关联的 然后我们会在一个高强度的技能性课程上 进行一个进一步的收敛 让大家在这个法律的 这样的一个职业化的 就是高度技能化的 这样的系统下 进行一个高强度训练 那这个训练 既包括以司法实用为导向的训练 也包括以非诉讼 也就是这个交易业务 为导向的训练 那么就以这个司法为导向的训练 我们同样也是使用了 源自德国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案例方法 鉴定式的方法 对吧 但同时我们也更强化了 在这个交易的相关的 这个这样的一些技能训练 比方说合同的撰写 这个交易的流程的这样的一个设置 等等这样的一些训练 这样的一些课程 其实在美国法学院 应该是比较常见的 但是在中国法学院 从来讲还是比较罕见的 而这个鉴定式的 这个方法的使用 近些年在国内 也是逐渐的流行起来的 这也发现 大家其实是有发现 有类似的诉求 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 技能性的课程的配置 所以最后小杰来讲的话 S2的如果说它特殊 它可能就是特殊 在同时学习美国法跟中国法 是体现在 体现在比方说 基础法学上 美国法跟中国法 学两遍基础课 尽管它是一个是美国的 一个是中国 它都是基础课 两遍打磨基础 同时将来在高阶的 选修的课程上 你当然有两个 package的课程可以选 对不对 可以至少是面上 可能更多选择一些 又以及 因为美国的法学 法学教育的方法 尤其是基础课的教学方法 它其实特别的注重思辨 注重这个 同时当然有大量的阅读 跟大量的协作 大量的阅读 跟大量的协作 所以它其实 在这个意义上 它在研究生教育的层面 它也能不分的 衔接通识教育的要求 以及 因为美国法学的这个传统 它是一个 纯粹的职业教育 所以它相对而言 更加重视 由自身实务人士 来讲说的实务课程 所以相对而言 我们跟传统的 法学教育相比 我们也配给了 更多的实务课程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可以在一个有限的限度内 然后实现 跟实践教育的衔接 这是家境的美国法 可能在每一个阶段 可能都起到了一些作用 但是 它体现的方法本身 完全是 共通性的 另外一个区别 当然是因为 Astel也是一个 后本科的法学员 也就是后本科的法学员 我们没有本科生 只有这个 硕士基建的教育 当然也包括法本法 就是我们只有硕士生 但总的来说 它其实是呈现出来的 一个整体的追求 它的追求 它所使用的方法 其实是共通的 我把我们今天的 前面讲述的一种 做一个小技术 它是一种专业教育 它唯一有一所特殊的 似乎就是两个学位项目 但是其实 大家知道 中国的法学是长期是 我们一定是很开放的 法学教育 所以我们即便是 一个学位项目 我们也总是听到老师 不断地讲德国法 讲美国法 对吧 我们这个比较的视角 总是可以进来三类核心性能 四部教育阶段 五大课程的 类型的这样的一个设置 这样的一些思考 包括实践 其实完全是一个 是有共通性的 也就是它 其实不代表着 SDL的一些 什么独特的地方 它代表着一些 我们作为一个 中国的法学教育工作者 或关心中国的 法学教育的人 所共同 共同去关注的 这些话题 那么 SDL因为是一个 新闻的法学院 所以我们说 它会有一些 有便利的地方 它的这个思路 似乎也可以 但这只是我个人 观察的角度 似乎可以 更清晰地呈现一些 但这个其实也 绝不意味着 绝不意味着 我们已经取得了 多不了不起的成就 也绝不意味着 我们曾经面临 已经现在面临的困难 减少了多少 所以最后回到一点 也就是说 我想我们今天交流的 目的 就我们已经入学的 同学来讲的话 当然是希望我们 对于法学教育 包括我们将来 你们经受的法学教育 所使用的方法 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对于仍然在 做选择的同学来讲 很多同学的选择 不仅仅是 有的同学是选择 我是读这个法学 还是那个法学 那有的同学的选择 其实是我读不读法学 特别是本科 不是学习法学的同学 那我想大致的情况 也对你们来说 应当也有一些 可以参考的 这样的一个地方 那么具体到 SDL而言的话 它仍然是一个 新兴的法学院 仍然是一个 取得了一些成就 但是前里 远远没有实现 得到了很多帮助 但同时也面临 巨大的困难的 这么一个新的法学院 所以如果你 你愿意选择SDL的话 其实你不是选择 一个完成形态的SDL 它仍然是在一个 进行的样态 你选择的是 参与一段建设的过程 所以这是一个 应当去 要做的心理准备 那对于关心 S9 关心中国法学教育 的人来说的话 我会觉得真正 中国关心法 有教育的人 就应当关心 S9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实验 它是一个实验 也非常希望 能够在所有的方面 得到大家的帮助 得到大家的 这样的一个支持 再次我们重复 我们之前说过的话 关心中国法学教育的今天 其实是关心 中国法治的明天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公共的事业 它是一个 我们的法律的 行内人士的事业 它也是一个 所有人的公共的事业 那我们既然已经 在这个行内了 我们当然希望能够 尽我们的一份责任 尽量能够 能够把我们这个 给我们这个共同事业 尽一点这个绵薄之力 我想这个也是 我们所有的人的心愿 好 谢谢大家听我唠叨的 这么半天 那我要讲的部分 就到这里 然后也很期待 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 包括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都可以 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 我们来做一点交流